你好,我是王毅潮,我是台灣人 我是1991年出生,在台灣長大10年 在香港生活8年,現在在紐約 紐約是我暫時的家 現在我念大學4年了,我念Parsons攝影系 即將要畢業的我發現了家的定義非常困難 我爸媽現在住在加拿大 我現在回家的時候是在加拿大 但是一直不變的是我講的過語 過語永遠都會是讓我們可以成為華人,成為台灣人 我們的口音,我們的口腔,讓我們可以團結在一起 這就是家 我生長在很多不同的地方,我在很多不同地方長大 常常每次要離開一個地方的時候,已經認為那是家了 在香港我以為住了那麼久可以是我的家 在台灣住了那麼久,覺得是我的家 現在紐約也慢慢覺得是我的家了 家的定義非常廣,家的定義非常大 但是我們只能夠依靠我們自己的文化而繼續穿成這個家的概念在 謝謝 谢谢观看